MING PAO TORONTO 嗨 各位朋友 午安 iPhone呢 已經上市了 一段時間了 那 iPhone 8 跟 iPhone 8 Plus 的這個銷售情況呢 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對不對 那可想預知呢 大家都在等待這裡吃 那這次就是 iPhone 的這個特別版 10週內特別版的 iPhone X 那麼 iPhone X 在11月3日才會發表 所以很多消費者 因為他使用 iPhone 6 或 iPhone 7 他認為呢 再多等一個月 等 iPhone X 上市再決定要買哪一隻 這都不遲 所以呢 也產生了一個前所未見的情形 也就是 iPhone 其實在發布新機的時候 通常都是一級難求 那也有很多呢 會用原價價3000到5000 不等會去願意買 iPhone 可是今年的 iPhone 非常非常特殊 很多人呢 去買了之後 隔天 覺得很失望 或是想要賣 那有很多的一些銷售通路呢 因為囤積了很多很多的量 所以呢 想要做一個求售 所以會降一千 兩千 甚至三千等等 這些價格來做一個出手 可是 iPhone 8 這麼難用嗎 它真的這麼不好嗎 其實我們撇開外觀來講 iPhone 8 今年的拍照 真的有一個非常長組的進步 尤其在人像的一個拍攝方面 在人像的拍攝方面呢 它比以往更銳利 更有細節 而且整張照片更有立體感 那同時呢 也支援了這個Qi無線充電 這個Qi無線充電呢 其實很好用 你只要在你的手機這邊呢 放上Qi無線充電 就可以把你的手機進行無線充電的工作 這個動作呢 其實是方便的 當然只是 iPhone 比較晚 它到近年才推出這個無線Qi的技術 可是 除了這樣以外 還有什麼進步嗎 當然還有進步 這是 iPhone 在相機裡面 加入了所謂的 QR Code 功能 也在 iOS 11 裡面呢 新增了一個螢幕錄製的功能 這些功能都是在以往的 iPhone 所沒有發現的 所以 在外觀以外 iPhone 給我們什麼東西呢 其實這要讓大家呢 自己去體會 自己去玩 那麼 就我這幾天入手的一個 心得來講的話 其實 iPhone 8 呢 第一個 它的後面的 2.5D 的玻璃質感非常非常的好 拿起來在手上呢 會非常的圓潤 然後有質感 很像之前在拿 iPhone 4s 時代一樣 那種的 比較紮實的手感 再來呢 在相機的表現 第一個 在人像的裡面呢 它有多了很多的模式 拍照起來的東西 不會有油畫感那麼嚴重 同時呢 在邊緣的處理方面呢 也比 iPhone 7 Plus 來得好很多 同時在整張照片的這個 整體的這個怎麼講 不管是白平冷 或者是色調 或者是拍出來的這個銳利度呢 其實都很夠很夠的 所以呢 iPhone 8 有進步嗎 有 我覺得它有進步 但是這種進步呢 必須是要 你自己拿在手上完整之後 你才會知道 它到底進步在哪裡 我真的覺得 它才不會有的 你會不會提到 你會不會帶子